大家好,这里是单身女子在中国,我是你们的西西。 在婚恋市场当中啊,卫石膜一个23、24岁的女生, 她的受欢迎程度啊,远远大于30岁以上的女生呢, 大龄圣女不好找对象,大龄圣女单身的原因真的就完全是因为年龄吗? 我知道啊,有一些朋友们肯定就会说了, 那还不是因为你们这些男人现实吗? 这话说的肯定是没错,但事实的情况真的就如此简单吗? 大龄女性不好找对象,在婚恋市场当中失去竞争力, 真的就完全是因为年龄的原因吗? 这事啊,还真没这么简单,为了做这一期节目呢, 西西也是刻意花了几天的时间做了一个小调查。 抽样了200个女性粉丝, 20到30岁的女性粉丝收集了100份问卷, 30岁以上的女性粉丝啊,也收集了100份问卷, 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, 去了解他们关于婚姻的核心诉求, 得出的结论呢,可能跟大家想的还不太一样, 照常理来讲呢,一个女生啊,如果她的年纪大了, 那她结婚的倾向肯定是更为迫切的, 对于婚姻的要求,对于男方的条件啊, 就难免会适当降低, 而真实的情况却恰恰相反, 先说结论呢,通过这一次小范围的调查呢, 我们发现了年纪越大的女生, 对于婚姻的要求反而就越高, 年纪越小的女生啊, 对于婚姻的要求, 反而是可以适当放宽的, 是可以商量的, 三十岁以上的女生, 她们更看重的是男方的经济条件, 对于男方本人与自己的契合程度啊, 这方面没有过多的提及, 三十岁以下的女生呢, 她们更相信爱情, 也更注重男女双方的契合程度, 物质条件方面的要求啊, 也并不算特别的高, 根据我们这一次小型的问卷调查的结果, 三十岁以下有百分之五十三的女生啊, 她们对于男生的月薪要求呢, 最高位月薪六万, 最低位月薪四千, 中位数位六千左右, 这个收入相信绝大多数人还是能够达到的, 并没有什么不妥, 三十岁以下的一百分调查问卷显示啊, 有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女生啊, 她们是能够接受跟男生一起奋斗的, 一起买车买房的, 有超过百分之五十五以上的女生啊, 她们是能够接受男生的房子是按揭买的, 有超过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女生, 是能够接受男生没有车的, 而关于三十岁以上的女生的一百分问卷调查的结果呀, 在大多数人看起来呢, 可能要求就比较高了, 三十岁以上的一百分调查问卷结果当中显示啊, 没有一个女生能够接受和男生一起奋斗, 一起买车买房的百分之一百的三十岁以上的女生啊, 她们都要求男生至少得拥有一所房, 超过百分之八十五的三十岁以上的女生, 她们无法接受男生的房产是按揭买的, 也不愿意跟男生啊去共同负担这个房贷的贷款, 超过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三十岁以上的女生啊, 她们要求呢, 男生必须的有车, 不会去考虑和摸车的男生谈恋爱, 至于收入方面呢, 三十岁以上的女生, 她们对于男方收入方面的要求是这样的, 最低要求是月收入两万三千, 最高的要求是月收入四十五万, 简单计算一下可以得知, 月收入的中位数啊大概为五万一千左右, 一个男的一个月正五十一万, 大家如果短视频刷的多了呀, 那可能会觉得一个月月收入五十一万不算多, 但是如果我们用数据说的话, 目前我们我国人口啊, 十四亿人左右, 十四亿人当中只有七十万人月收入能够超过二万, 这七十万人当中再减去一半的女性, 全国十四亿人啊, 其一两千三百三十四万的男性, 只有不到三十万人能够达到月入二万以上, 至于月收入能够达到五十一万以上, 那肯定就更少了呀, 所以兜兜转转了, 可能我们全国只有不到十万的男性, 符合这些三十岁以上女性的自由要求, 而三十岁以上的未婚女性有多少人呢? 根据我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, 我国女性人口为六万八千八百四十四万人, 已婚女性人口为四万六千七百六十七万人, 三十岁以上的女性人口为三万三千四百四十八万人, 如果按照这个比例呀, 我们简单估算一下的话, 那么三十岁以上的未婚女性的人口数量, 保守估计呀, 那肯定是过了千万了, 所以从概率方面讲啊, 一个三十岁以上的未婚女性, 想找一个符合自己要求的男性, 然后建立爱情, 然后结婚, 如果这些女性啊, 不降低他们自己的自由要求的话, 那无异于百万大军过度木桥, 概率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, 这个时候怕是就会有部分朋友们说了呀, 你看这个女人呢, 怎么过了三十岁就这么现实了呢, 其实也不能完全就这么说呀, 我也跟几个三十岁以上的, 参加我们这次问卷调查的粉丝啊, 聊了几句, 如果我们换位思考的话, 站在女性角度上考量这个事的话, 其实对于另一半物质条件的要求高, 某方面来讲啊, 也可以说是无奈之举, 首先大家要知道啊, 这些三十岁以上的女性呢, 她们也年轻过, 也是从二十三, 二十四岁, 从相信爱情的小姑娘的年纪过来的, 只不过呢, 是由于种种原因, 在自己年轻追求者多, 想要性别红利的时候啊, 莫能把结婚这件事落实了, 可能呢, 是因为圈子小接触的男生少, 也可能啊, 是因为追求者太多了, 挑花了眼, 反正就是该结婚的年纪莫结婚, 拖住拖住啊, 这年纪就大了, 而迫于社会压力啊, 毕竟咱说三十岁早就不是小姑娘了, 三十岁的男生如果末结婚的话, 整个社会的舆论体系啊, 或许还会对这个男生有一些包容度, 而三十岁的女生你要是还没结婚, 那来自亲戚朋友家庭方面的压力啊, 远远要比男生大的太多了, 但是咱说认真谈一段恋爱啊, 认真相处, 从零开始积累感情, 然后步入婚姻殿堂, 这需要大量的时间, 而且也不一定成功, 而三十岁以上的女生啊, 她们没有多少时间了, 她们没有时间去从零开始培养感情, 婚姻生育所有的事情啊, 对于三十岁以上的女生都迫在眉睫, 那如果没有时间相信爱情了怎么办呢? 物质条件就是最好的, 衡量基准, 毕竟咱说呀, 你说你有才华, 那我得相处时间久了才能发现了, 才能看得出来, 但是有没有前一眼就能看得出来, 那既然没有充足的时间去相信爱情了, 那选择相信物质条件就成了最佳的选择, 毕竟咱说某方面来讲啊, 物质条件优越, 婚后的生活呀, 一般都不会太差, 这也算得上是三十多岁的女生啊, 她们对于婚姻的一种妥协吧, 最后啊, 这女生跟男生她还真就不太一样, 女生天生啊, 她就比男生成熟得要早, 更别提一个三十多岁的女生了, 人家呀, 早就经历过世间繁华, 也做过旋转木马了, 她们的社会经验以及恋爱经历啊, 就导致了这些女生对于爱情这件事啊, 态度是非常理性的, 理性的态度啊, 就导致这些三十岁以上的女生, 她们对于爱情啊, 是呈现整体一个趋利避害的态度, 你要是说呀, 你对人家好付出了很多, 想为爱奔赴, 想为爱情结婚, 但是爱情这个东西就是有很多不确定性呀, 曾经的恋爱经历社会阅历, 毕竟是三十岁的人了呀, 都会告诉这些女生呢, 爱情这个东西呀, 它压根就是不靠谱的, 她们渴望的是一段有结果的爱情, 而不是一段浪漫的恋爱, 她们希望自己的未来呀, 是看得现实摸得住的, 而爱情与幸福这种东西呀, 它是很难被量化的, 你怎么证明你爱我呀, 你怎么证明你能一辈子都对我好, 这是很难证明的, 但是物质条件可以, 物质条件量化起来呀, 远远比爱情要容易得多, 有钱墨前一眼就能看得出来, 其实咱说呀, 严格来讲呢, 无论是二十岁还是三十岁, 大部分女生, 她们是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的, 只不过呀, 一个女生, 如果三十岁了她还没结婚, 那她为了规避掉婚姻与爱情的不确定性, 那么她的择偶要求, 尤其是物质方面呢, 对比年轻女生肯定是要高很多的, 所以大家明白, 为什摩大龄女生在婚恋室场上啊, 不受带线不受欢迎的原因了吧, 这大龄女生啊, 她们对比年轻女生, 在年龄在外貌方面啊, 本身就处于劣势, 在物质要求方面呢, 大龄女生啊, 反而还会比年轻女生的要求更加高, 更加严格, 那问题来了, 那您作为一个男生啊, 您会选择谁呢? 好了,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, 我是西西, 感谢大家的观看。